文素記二十八章二十六節 七七節莊家初熟 你們獻身數字給耶和華的日子 當有聖會 什麼牢牢的功都不可做 自從大約三千六百年前 神殖摩西定立以色列的七個節期 其中七七節即是五秦節 以及秋季的吹角節 屬聚日和駐鵬節 都是耶和華的日子 世世代代 以色列人必定會圍到這些節期 就是耶和華的日子 而上到耶路撒冷的首節 其实耶和華的日子 和世界末後的七年大災難 彼此之間隱藏著什麼的關聯呢? 甚至耶和華的日子 和埃及歷史書 Cobrine Bible所記載的行星毀滅者 Destroyer 又有沒有連繫呢? 以塞瓦書十三章六節九節 你們要哀好 因爲耶和華的日子臨近了 這日來到 好將毀滅 從全能者來到 所以 人手都必軟弱 人心都必消化 他們必驚惶悲痛 仇苦必將他們抓住 他們疼痛 好將剷爛的婦人一樣 彼此驚奇傷悍 念如火焰 耶和華的日子臨到 必有殘忍 憤恨 裂露 使者地方良 從其中除滅罪人 原來 自古以來 耶和華的日子 就是預示神審判的時候 毀滅 從全能者 神 而來 這個正好吻合啟示錄所預言 世界將會出現 有宇宙星體觸發各種毀滅性災難 而且 同古代Cobrine Bible所記載 毀滅者Destroyer所引發的災難相當吻合 所以 耶和華的日子 就是神向西人 施行審判的時候 毀滅將要在全地出現 《若義書》一章十四至二十節 你們要分定禁食的日子 宣告嚴宿會 朝聚長老和國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華 你們神的殿向耶和華哀求 愛在 耶和華的日子臨近了 这日來到 好將毀滅 從全能者來到 良識 不是在我們眼前斷絕了嗎 歡喜快樂 不是從我們神的殿中止息了嗎 谷種 在土塊下扭爛 倉也荒涼 臨也破壞 因爲五谷腐幹療 生畜哀明 牛群混亂 因爲無草 羊群也受了困苦 耶和華 我向你求告 因爲 火消滅曠野的草場 火炎燒盡田野的樹木 田野的酒壽向你發泉 因爲溪水干擾 火也消滅曠野的草場 西花牙書一章二至七節 耶和華說 我必從地上除滅萬類 我必除滅人和生畜 與空中的鳥 海裡的魚 以及半腳石和惡人 我必將人從地上剪除 這是耶和華說的 我必伸手攻擊猶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 也必從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力 並積馬林的名和祭司 與那些在房頂上敬拜天上萬象的 並那些敬拜耶和華指著他起誓 又指著馬勒坎起誓的 與那些轉去不跟從耶和華的 和不尋求耶和華 也不訪問他的 你要在主耶和華面前靜默無聲 因爲耶和華的日子快到 耶和華已經預備祭物 將他的客分別為聖 約爾書三章十四至十六節 許多許多的人在斷定谷 因爲耶和華的日子臨近斷定谷 日月昏暗,聲秀無光 耶和華必從石安敲轎 從耶路撒冷發聲 天地就震動 耶和華卻要作他百姓的避難所 作以色列人的保障 的而且確 神早已藉著聖經預言 耶和華的日子 在神施行審判的時候 地震、動物群死、寒災、山火 糧食短缺等毀滅性災難 都會在遍地出現的時候 甚至近代史無前例的黑暗之災 他的隊伍甚大 成就他命的是強盛者 因爲耶和華的日子大而可謂 誰能當得起呢 明顯自古以來 耶和華的日子 都是預視以色列節期應驗的時候 耶和華的日子 就是標誌著春季的五秦節 和秋季的三個節期 吹國節、宿翠日和朱鵬節應驗的時候 自從大約二千年前 新約教會在五秦節當日成立之後 神一直期待基督徒 都需要時刻警醒 遵守耶和華的日子 直到秋季三個節期的應驗 因爲耶和華的日子 就是世界的末了 就是耶和華審判全地 和列國的時候 以色結書三十章一至三節 耶和華的華又臨到我說 人子呀 你要法語言說 主耶和華如此說 哀哉這日 你們應當哭號 因爲耶和華的日子臨近 就是密魂之日 列國受罰之旗 means 你 就 謂 你 為什麼 目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